日前有媒体报道 包括三权食品在内 11家企业生产的速冻食品 被抽检出了疑似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阳性 而其中就包括了上海国府龙凤的 一批次奇菜猪肉水饺 这两天市场监管部门多次上门检查 目前查明疑似批次并没有流入上海市场 全国范围内也已经全部封存 今天市场监管人员来到龙凤总部进行检查 据了解被查出疑似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阳性的 相关批次水饺并非龙凤公司自行生产 而是委托河南一家企业生产的 企业负责人表示 涉事批次水饺并没有流入上海市场 进入外地市场 但尚未销售的涉事批次也已被封存 相关的涉事批次都已经封存了 在等待相关的职能部门全员机构 确定一个说法之后再后续进行处理 工商资料显示 上海国府龙凤其实是三权食品全资控股子公司 而此次涉事批次的委托生产企业 同样也是三权食品全资控股的生产企业 针对被曝光的疑色产品上海市场监管部门表示 将继续进行排查 防止问题产品流入市场 东方卫视记者张英上海报道